Hello大家好 好久不见 然后我最近比较忙 今天刚好收拾 然后就这个袋子的空瓶已经攒满了 我今天打算把它扔掉 所以今天就把这一包拍一下 我总觉得拍空瓶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 那我们现在直接说一下 我这次都用完了哪些东西 这个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那个喷雾 就是我上次去游轮的时候 我不是说带它然后用完就扔掉吗 但是后来没用完 所以我就带了回来 就是没有什么实际性效果 我觉得可能就夏天出去 喷完之后感觉凉爽 可能还可以 但是就是你要用来觉得是补水啊 或者什么的 我觉得它完全没有效果 就和自来水一样 但是我还买了三瓶一共 这个是一个芦荟的身体乳 然后我已经把它用完了 它吸收其实是比较快的 不会特别油腻 冬天夏天用 我觉得都还可以 这个是我儿子以前用的那个护臀霜 但是放了很久了 我就直接把它扔掉了 我们用的两只牙膏 我觉得高露节的这个 这个样子的美白的 我觉得非常有效果 就是它甚至可以把我的一些牙结石刷下来 就是用大概半管多吧 我就会感觉有一些 就是牙结石会掉下来 Kiko这个面霜 它是零碎加的 就是出生就可以用的 非常好用 然后我很喜欢给我儿子吞这个 就是包括什么冬天的敏感肌肤呀 就是脸如果容易红啊 容易什么的 然后每天多涂几次 这个我觉得都还是挺有用的 但它的味道是有一些香的 不是那种没有味道的 所以看个人吧 这是一瓶柠檬味的首页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种那个 什么的味道 对 我觉得它有一种牙膏味 然后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味道 这个牙膏是我儿子一直以来用的 就是从一岁多吧 然后我就一直给它用的这只牙膏 然后不慌也没有虫牙 就是早晚都会去刷 然后是这个洗发水 就是我已经分享很多遍了 就我很喜欢这个防脱发的洗发水 我觉得非常的有效果吧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之前看了 好像缺铁也会严重的掉头发 然后我最近买了一些补铁的 液态的吃的 然后我试一下 这个牌子的这个所谓的 很自然的这个护额染发剂 然后我用了它之后 我的头发变得非常的干 但是吧 就是我买的是这个非常浅的颜色 然后我又是黑色的头发 染完之后 就是我之前去邮轮的时候 我拍照的那个发色 它还是显得黄的比较厉害的 就是黄 染完这种黄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它这个说是 我记得大概停留四 四十分钟还是五十分钟来着呀 就是用它染完之后 我的头发变得非常的干 然后以前我用过一次卡尼尔的 然后就是虽然染上不明显吧 我上次买的那个色 但是我染完之后头发不会干 就以前不是每次洗头发都用护发素的 但是我用完这个之后 我洗完头必须要用护发素 然后吹的时候 护发的精油 然后我现在那个护发的精油 大概一次要摁两下才行 以前我的头发是一点都不干 但是这个染发剂 至少这个牌子 然后这个自然 所谓自然的这个染发剂 我以后不会买了 真的非常的干 面膜就还是我的囤货 然后有一个卡尼尔的 卡尼尔是在这边唯一 我觉得在意大利吧 我觉得能买到 算是好用的面膜 这个片装面膜 所以卡尼尔 但凡只好我家楼下打折 我就囤好多 这个是我孩子的这个身体乳 我孩子用身体乳是 还是比较肺的 所以每天都要擦 然后要用很大的量 这个也会有一点香味 但是就是对我而言 都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我儿子也喜欢 带点香味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还是有 就是对于干性敏感肌肤 它还是有效果的 不至于说就是起不到作用 甚至反效果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也有很多别的牌子 我现在就很愿意去尝试 是一个私密处的洗液 这个我一年其实也就用一瓶 都用不了一瓶 其实然后我都是用 除了用于清洗私密处以外 我还用它洗内衣 内裤啊什么的 我有时候都会用一用 一瓶我真的用 放太久了 我都用不完 这个是那个染发剂 带的一个护发素 但是这个护发素 我觉得还不错 这个是那个德国 那个牌子的 那个胶囊的那个精华 但是这个我不记得 是什么颜色的了 然后说一下这个面说嘛 这个是什么系列 或者叫具体叫什么名字的 然后我不记得了 反正就是 这个叫什么BO全脉 长这个样子的面装 大家看清楚 折利样子的 用这个我会搓泥 很严重的搓泥 这个夏天用的时候 我还会有一些温豆 所以就是用完 我不会再买了 但是这个是 很久之前的囤货了 然后还有一瓶 我头都要大了 所以就是 只能春天用完 但是这瓶 这瓶真的好大 好不容易用完了 还是若干片 以前的囤货的 这个面膜 两只牙膏 这是在Leader买的 那个洗手液 就是冬天用可以 夏天用就会 太甜了 这个味道 肉桂和苹果的味道 之前是 应该是 圣诞节 那会买的吧 过期的引线 这可是一个擦脚的乳液 它是含维生素K的吧 这个应该是意思 这写的什么字 这是一个擦脚的乳液 就对什么脚后跟的 肝啊 裂啊 都非常的管用 这是两个这种 中样的吧 这个算中样的吧 反正就两个洁面 然后这个洁面 是带点磨砂效果的 然后我是属于敏感皮 所以我不太喜欢 带磨砂效果的洁面 这洁面我真的挺喜欢用的 它就是用手 也可以搓出 很丰富的泡沫 而且感觉会洗得很干净 但是我没买过 这是买之前那些东西 就买那个面霜什么的 送的 然后这个洁面 我真的很喜欢 洗完也不干啊 也不什么的 这个乳液的卸妆 它是一个赠品 然后也是放了好久了 但是我觉得 我不是很喜欢用 所以没用多少 然后放时间太长了 就不打算要了 这是我儿子的这个沐浴露 我觉得沐浴露 没什么说的 然后这个就是小时候买的嘛 然后当时囤了好几瓶 现在都三岁了 就赶紧把这些用完吧 然后它 就是头发和身体都可以洗的 然后什么无类配方啊 什么也不会遮眼睛啊 然后又是敏感皮啊 什么就大概这一类的吧 然后这是 N年前的一个睫毛膏 扔掉了 都干了 然后这还有一只 这个 这个的牙膏 这一个儿童的防晒霜 然后之前去海边 好像里面进沙子了 有点变质了 然后就把它扔了 还有一个香水的小样 好了没有了 这次我们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下次再说 拜拜